这是一场老虎和老乌龟的对决 他被称为甲斐之虎 他就是武田信玄 他被称为老乌龟 他就是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终结日本战国乱世 为日本带来近三百年和平的男人 但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 应该就是武田信玄带来的这场三方圆核战 为此他不仅变成了喷射战士 还被逼上演了空城记 但德川家康无需羞愧 因为他的对手武田信玄 被誉为日本战国第一兵法家 而且德川家康还有武田信玄所没有的绝招 那就是活得久 打不过那就装孙子 熬死你 话说武田信玄 他有平定日本的志向 也有这个能力 但是奈何出生地不好 在2023年大和剧《家康怎么办》中 武田信玄说出了自己的遗憾 出生在这个群山峻岭环绕的领国 曾让我极度不平 如果能有更多的土地 能够靠海 拥有港口 拥有更多的财富 我能让这个天下转顺太平 武田信玄被称为贾匪之虎 贾匪国位于富士山北路 群山环绕 山洪贫乏 土地贫瘠 当时的人口只有10万左右 石膏也只有22万弹 人生的无奈在此 但人生的精彩在于 可以创造新生活 新局面 甚至奇迹 武田信玄充分挖掘了自己 和贾匪国的潜力 建立了团结一心的强大家臣团 号称武田24将 挖掘开采了贾匪的金矿 用以武装 贾匪盛产的马匹 建立了号称 日本战国最强的武田骑兵 在军事上 武田信玄推崇孙子兵法 他从中发现了治军的奥义 奇迹如风 奇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从此竖起孙子之旗 他也深谙 上兵伐谋 不战而去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所以武田信玄 最擅长的是调略 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 一剑分化 收买拉拢 无所不用其极 世代人为 具备了这些能力的武田信玄 才能从贾匪一国开局 从二十万弹的小大名 变成了百万弹的大大名 不过武田信玄的困境 在于四周高手如林 北方是苏命般的对手 越后之龙上山千信 武田信玄和上山千信 死磕多年 上演了日本战国时代 极为精彩的龙争虎斗 在东南方 是巷摩雄师 北条士康 在西南方 则是东海道第一宫区 金川一元 都是能开创新局面的一流人物 如果不是金川一元 在统辖舰意外丧命 武田信玄是无法得到 郡和这个出海口的 而割下金川一元头颅的 那个男人就更可怕 他就是武田信玄 西面的邻居 知田信玄 知田信玄终结了师庭务府 开启了安土陶山时代 在武田信玄 忙于跟上山千信 龙争虎斗的时候 知田信玄 在数年间开疆破土 天下部 成功上落 扶植了务府将军 足利一招 已然成为了日本 最强大的士 武田信玄 也有平定天下的夙愿 而知田信玄的迅速崛起 成为了他上落之路上 最大的蓝路虎 不应该叫蓝路虎 而应该叫 第六天魔王 知田信玄 一把火烧了 比瑞山严厉死 诗人称其为 魔王在世 这也是信佛的武田信玄 对知田信玄 极度厌恶的一大理由 西元1572年 借着幕府将军 足利一招 发起信玄包围网的时机 武田信玄 终于决心 起兵上落 讨传知田信玄 上落之路上的第一个绊脚石 就是知田信玄的盟友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可不是什么软柿子 他是那个终结日本战国乱世的男人 看看武田信玄的对手吧 可谓是高手云集 所以他即便不是日本战国第一兵法家 也一定属于当时日本的第一流 武田信玄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在起兵上落之前 他做足了准备工作 强敌环次 若倾国而出 最大的威胁就是 有人背后捅刀子 武田信玄和上山千信 龙争虎斗多年 两败俱伤也惺惺相惜 可谓是相杀相爱 彼此终于明白 谁也消灭不了谁 于是达成默契 相互成全 各自寻找 软柿子捏 当时北条世康已经病死 武田信玄趁机修复了 和北条家的关系 并向北条家借兵两千 用以支持上落 这两千兵马也算是人质 防止北条家背后捅刀子 没了后顾之忧 武田信玄倾巢而出 当时武田家整体师高 约115万弹 最大能动员约3万人 武田信玄出动了25000人 加上北条援军 共计27000人 武田信玄的主要目标 就是知田信长 对知田信长而言 武田信玄是信长包围网中 最强大的一环 武田大军来袭 对知田信长来说 无疑是一次大危机 当时知田信长 被信长包围网困住 一时无法派遣主力 与武田信玄决战 于是只能派出3000人 援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最大动员约15000人 加上知田的援军 即18000人 面对武田军处于劣势 对德川家康而言 这是他从金川家 独立以来的最大考验 正可谓生死存亡之囚 对武田信玄而言 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机会 武田信玄已经52岁了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他已经有了此去不复返的觉悟 原归二年9月29日 他先命山县昌警 率5000人 自信农侵入远江 在此之前 他已命人 调略知田信长 治下的延村城 不久后成功策返 10月3日 他亲自率 22000人 经郡河向远江进军 面对强大的武田军来袭 德川家康该怎么办呢 当时的德川家康29岁 修炼还不到火候 但已经沉稳有谋 而瑞奇政盛 实力强大的武田军 正面硬杠 这不是乌龟的风格 认真思考后 德川家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乌龟壳 那就是宾松城 宾松城即原来的银马城 德川家康将其扩建加固 使其足以容纳 德川家康用于野战的主力军8000人 并且这道城不仅坐拥地利 而且克服了日式城堡的致命弱点 那就是银水 使得德川家康不怕武田军擅长的 土龙宫 即挖地道破坏城中的水井 德川家康的计划 就是引诱武田军进攻宾松城 利用宾松城挫武田军的锐气 等待支田信长率大军来源 然后内外夹击一战而上 为此德川家康派出了大部队侦察袭扰 但是差点玩砸了 因为武田骑兵奇迹如风 德川军先在三个野川遭遇武田军 然后紧急后撤 武田军紧追不舍 两军在一眼板再次短兵相接 若非本多中盛 像当摇桥的张飞一样威猛 殿后阻击 德川军这支部队就要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武田信玄看到本多中盛的神勇之姿 不禁感叹 德川家康这个家伙 不配拥有唐头本多平霸 虽然本多中盛 殿后的故事听上去有点扯 但日本人就这样写了 我非常怀疑 记载这件事的甲阳军舰的作者 读过三国演义 当时正值大明龙庆年间 三国演义已经传入了日本 对德川家康的优敌之策 老油条 武田信玄动若关火 孙子兵法约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唯不得已 他的想法就是寻求野战 避免攻城 这样就能充分发挥 武田骑兵的优势 但攻城战 正是德川家康的如意算盘 既然德川家康不想野战 武田信玄就转而北上 攻打二渔城 二渔城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对武田军而言尤其如此 武田信玄认为 攻打此城一石二鸟 附赠围典打员 期间武田军本队 与山县昌警别动队会合 这招围典打员果然凑效 德川家康一度率军出击 他很快就缩了回去 而渔城非常坚固 武田军为了攻陷这座城 耗时了一个多月 最后用破坏城内供水系统的办法 成功逼降 事已至12月19日 期间 知田信长的援军 约3000人赶到了宾松城 德川家康拥有了12000人的部队 底气瞬间足了很多 不过这未必是好事 拿下二鸟城以后 12月22日早上 武田军兵分三路 一路别动队前往三方圆方向 本队和另一支别动队 逼近宾松城 德川家康以为 武田信玄终于上钩 但武田军并没有攻城 而是大摇大摆的 从宾松城下经过 向三河方向挺进 三河是德川家康的老根据地 德川家康的嫡系 三河中的七小都在那里 攻击三河 正是武田信玄 对孙子兵法理论的实践 故善战者 治人而不治于人 故我欲战 敌随高磊深沟 物德部与我战者 攻其所必就也 故意大摇大摆的经过 正是为了刺激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果然上钩 率军倾巢而出 尾随武田军至三方圆 武田信玄微微一笑 待武田军各路会合之后 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德川军仓促应战 武田军采用了榆林阵 德川军采用了鹤翼阵 凭借三河武士的勇猛 德川军一度占据了微弱优势 但武田军毕竟是百战之师 而且数量占优 随着德川军被武田军包抄两亿 三方圆核战很快就结束了 德川军大败 支田援军中的大将 平手繁袖战死 德川军中也有多名大将伤亡 德川家康的影子武士战死 本人仅以身幸免 据说德川家康狼狈逃回 宾松城后 才发现自己被吓得大变世界 自由飞翔 不过毕竟是以后 平定日本的大人物 格局还是广大 德川家康就让人作画一幅 描绘出自己的迥态 从此握心肠胆 警醒自己 虽然有人考证 这都是误传 但只要不给历史做变性手术 大家根据自己的判断 适当的给历史细节 涂脂抹粉 也无伤大雅 武田军在三方圆获胜后 乘胜追击至宾松城下 德川家康情急之下 上演了一出《烹城记》 当时已经是晚上 只见宾松城城门大开 火把燃起 鼓声大作 武田信玄怀疑有诈 所以没有发动进攻 我有些怀疑 这件事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 武田信玄觉得宾松城高大坚固 觉得没有把握攻下这座城 次日 武田信玄在宾松城附近检验首级 德川军一千多人阵亡 这对德川军而言是重大的损失 不过后来毕竟是德川家康的天下 在胜利者的叙事里 德川军死者三百 武田军自损五百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武田信玄并没有通过三方圆合战 彻底击垮德川家康 此战之后 武田信玄率军继续蚕食德川家康的领地 德川家康已经被打服 偶尔出击 也是装装样子 困守孤城 等待知田信长的大军来源 成了他唯一的念想 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 武田信玄居然在不久后病死了 留下此事剧 此生此谷归于天地 破战红尘 独自风流 也有人认为 武田信玄是被德川家的铁炮击中 受伤感染而死 黑泽民的电影《英雾者》 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被认为只是戏言 哪怕按照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平均年龄 武田信玄在53岁死去 也属于正常 北条石康享年56岁 武田信玄的宿敌上山千庆 在49岁猝死 49年一睡梦 一气荣华一杯酒 生命的长度 在政治斗争中 无疑是极大的优势 武田信玄如果能多活10年 那么德川家康很可能被灭 志田信长也会在四面楚歌中被压制 武田信玄也很有可能实现上落的梦想 但天不假年 武田信玄抱憾而始 他死后四面皆为强敌的武田家迅速衰落 在1582年被志田德川联军灭亡 换言之 如果不是武田信玄厉害过头了 贾匪这个地方早被周遭的强林瓜分了 相较之下 被誉为老乌龟的德川家康就太能活 太能忍了 志田信长逼杀了他的儿子和老婆 他就熬到本能寺烧烤大会 风尘秀吉逼他降服 转风关东 他就熬到猴子投胎 甚至官员之战后 他建立了德川幕府 如果此事挂了 也很难说德川家的天下会稳固 所以他才发动了大阪之战 彻底消灭了风尘家 因此大家对养生工作一定要重视 德川家康就是榜样 他就特别的喜欢造人 相较之下 那个猴子就是个废物 生命的长度对我们要做的很多事业 都是最基本的保障 当然贪生也是一种执念 他若生命注定凋零 何不绽放 哪怕刹那的绚烂